大家好,我是唐粒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好吃的家常小零食 盐水煮花生 中秋前后是花生自然成熟的季节 今天朋友送了这么一小盆刚刚挖出来的新鲜花生 外皮还沾着厚厚的泥土 里面的花生米非常的饱满 用手掰开还有白白的姜月浴出 先来将花生清洗干净 因为外壳的泥土比较多 先用冷水将它泡一泡 然后认真地清洗一下 我用了这个小牙刷 将外皮清洗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这一步很关键 用手将每一粒花生都捏开一个小口 方便它入味 一粒花生比较新鲜 外壳很脆 轻轻捏捏就张嘴了 再准备一些基础香料 大料桂皮 花椒 干辣椒 和香叶 如果没有那么多 其实最主要的是咸盐和八角就足够了 锅中加水倒入花生 先放入一茶匙食盐 然后将调味料下入锅中 大火煮开 然后盖锅中火煮20分钟 的过程中房间里充满了花生特有的香味 煮好之后先不要急于将花生捞出来 盖锅 让它停留在锅中一到两个小时 一来自然冷却 二来使花生充分入味 最后将花生控水捞出 因为是很新鲜的花生 用了20分钟 花生粒已经变得非常的软烂好吃 而且相当的入味 拨开一次看一下 红通通的 颗粒非常的饱满 看上去很可爱吧 花生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它的蛋白质含量远远高于牛奶 肉类和蛋类 而且含有大量的氨基酸 和暖磷脂等营养成分 秋天是花生收获的季节 盐水煮花生既好吃又不上火 家里的餐桌上 常备上一小碟盐水煮花生 既可以当餐前小菜 也可以当餐后零食 看便是追剧 煮上这么一盘绝对受欢迎 现在正值新鲜花生大量上市 千万别错过了这道 好吃又美味的家常小零食哦 我是唐粒 如果你喜欢我的食谱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 让我们下期再见